万万没想到新年第一天,以色列就给全球反霸权人士奉上一份大礼,以色列总理小胡子表示,如果真阻挡扩大战争,将遭受做梦都想不到的打击,伊朗也一样,重点在后面结尾那一句,伊朗也一样,美国听完这句话,真的是眼前一黑,我现在是在求爷爷告奶奶熄火中东的局势,结果你表态这个是什么意思? 你的意思是说,你已经做好准备,把伊朗给拉进来了,但是小胡子也已经没办法了,以色列国内天天在查他腐败的问题,他不把这个局搅得越来越浑的话,只要战争一停下,小胡子马上进去吃牢饭,考虑到他还把战争打敌一团糟,进去以后搞不好连后面都保不住,被人泄分捅个稀巴烂,为什么说这是奉上了一份大礼呢?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,从伊朗的国家利益来说,他们肯定也是要等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再出手,慢慢的去打手中的牌比较好,就是说伊朗人家也不是傻子,他们虽然反霸权,但也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一步一步的来反,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,就是以色列自己强行挑起战争,恶以拉伊朗下场,你要知道伊朗毕竟是一个宗教国家,解放巴勒斯坦的教包是他的一个立国宗教情节, 所以说,如果以色列铁了心的就是想煽动和伊朗开战,如果不断的挑衅的话,最后伊朗只能被逼着无奈出手,目前的伊朗战术来看的话,就是自己不出手, 然后用自己组织的抵抗之户的一圈盟友出手,自己在背后组织调动,目前的红海局势,包括不远的未来,甚至可能借助北非的宗教武装封锁地中海,这些对于以色列的打击,都是非常致命的,这是属于一种长期的消耗战, 以色列是经不起这样长期消耗的,伊朗长期这样搞封锁的话,搞个一两年,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凉凉了, 而且关键是以色列还不好找伊朗去算账,因为伊朗说我没出手,都是我小弟在揍你,美国的话最多也就和伊朗打一下嘴章,也不会破坏这个默契,因为美国和伊朗双方都不想直接打一张,因为他美国的战略是搞平衡的, 所以在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个国家来装扮成恶人,方便美国团结盟友,欧洲方面,美国定义的恶人是俄罗斯, 中东方面,美国定义的恶人是伊朗,对于这种定义为恶人的国家,美国一般就是封锁,它不会让你过得很好, 它也不会彻底的把你搞死,就是把你弄得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,伊朗就是这样一个局面, 它经济能力很差,但是军事工业很完整,是中东唯一的工业化国家,比战斗力的话,周围的阿拉伯王爷国,没有一个打得赢伊朗的, 阿拉伯王爷国,甚至连伊朗的小弟胡塞武装都打不赢,所以你别看美国嚷嚷着伊朗是什么邪恶猪心, 把伊朗骂了这么多年,你看美国对伊朗有实际动手吗? 它只是把伊朗限制得死死的而已,然后就没有进一步的加码了,这就是昂撒人的棋局, 它永远是要保持这个地区混乱的,而混乱就在于要势均力敌, 所以它不会让某一方过强,也不会让某一方过弱,你看懂了这一点就明白了, 美国和伊朗之间,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默契的,就是双方总体来说只是对骂, 但以色列很不爽这个局面,虽然美国对以色列很好,但是以色列它总是喜欢做一个假设, 就是假如美国不在了,我怎么办? 这个也不能怪以色列,毕竟人生暂时总有一死,那美国要是不在了, 周围王爷国没一个打得赢伊朗的,那到时候伊朗基本就在中路横着走了, 那肯定是要灭了以色列的,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, 只有趁美国儿子还活着的时候,尽早的撮合美国和伊朗打一仗, 这样的话就算美国霸权灭亡了,伊朗这个中东最强的工业国也一样崩溃了, 从此以后,以色列最大的敌人算是消失了,所以我说这就是以色列奉上的一份大礼, 我首先声明,我可是热爱世界和平的,但是我不得不说, 以色列朋友的这个想法,也是很有创意的, 关公战情穷,到底谁强呢? 总要笔划笔划,才知道谁强,然后就在前几天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顾问, 就被以色列给空袭死亡了,这以色列真的是说一不二,人家是真行动, 可怜的拜登连跨年都过得不放心,我只能向小胡子说, 你这是何必,大过年的,你这提的大包小包的,你这送的礼也太大了, 这次我就先收下了,下次别这样了,你要是下次还送的话, 那我就只能继续收着了,但伊朗也不是傻子,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得联系起来看,明显以色列现在已经是动了要拉伊朗下水的心思, 而伊朗居然奇迹般的使用了伟人的思想,就是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 你以色列不是想拉我伊朗下场巴勒斯坦,直接跟美军来一场正面肉搏吗? 我直接继续支持胡塞武装在红海点炮上,逼美国下场野门, 就在刚刚,美国在红海和以色列已经干起来了, 根据报道,过程是这样的,美军直升机对胡塞武装快艇发出警告, 船上武装人员向直升机开枪射击,美军随即向快艇开火, 击沉三艘快艇,另一艘快艇逃离现场, 胡塞武装大约有十人死亡,不过这个事情看起来也是挺搞笑的, 就这个,你还要警告一下,美国怎么突然间就给我装起了清纯, 你可是美国,直接导弹干他,警告什么? 美国的敌人根本就不需要警告,而是直接消灭, 说白了不就是怕闹大吗?你究竟怕什么? 其实一切的核心还是无人机改变了这个世界, 这个世界也是挺奇妙的, 伊朗的无人机技术挺强的, 也不知道他们一个被封锁的国家, 怎么这方面就发展得这么快? 伊朗有着丰富的人机技术, 然后他把这些小玩意, 给自己认识的那些武装组织都给一点, 就把整个地球变成了游击战场, 之前我说伊朗有能力封锁地中海, 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还不相信, 伊朗在北非那边有很多宗教武装, 你要说他有能力军事封锁地中海, 我是不相信的, 但是人家可以往地中海里面发射无人机, 如果他就专门照着以色列相关的船之炸, 这个威力确实不大, 也完全比不了战舰, 但是只要伊朗他在北非的那些宗教武装这样一炸, 那些搞货轮的投资的老板有几个心力不慌的, 这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到最大的事,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现在不是说美国要不要开辟第三条战线的问题, 这第三条战线是一条双战线, 以色列想强行拉伊朗下场和美国打, 然后伊朗的小兄弟胡塞武装, 想强行拉美国下场和自己打, 而美国的反应就是愣在原地, 然后拉着朋友一起搞最后通牒, 说你可别惹我, 等倒计时结束以后, 有你好果子吃, 然后美国就开始原地打转树倒计时, 请不吝点赞,